什么武器应该增加伤害? 在实际中,威力是武器的重要属性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应该增加伤害的三把武器 第一名竟然零伤害,太不合理 第三名AUG,你能想象吗? 一把空头5.56步枪,伤害竟然和常规5.56步枪相同 这让空头枪的脸朝哪放? 很多人都说AUG根本没有空头枪的属性 伤害一般,后座力一般,换弹还贼慢 唯一的优势就是子弹速度了 可步枪还是中进战队刚用的多 AUG基本没有优势 还是应该从提高伤害方面着手增强AUG 第二名SKS 自从SLR上线后,SKS就被玩家忽略了 基本没人用了 在伤害,后座力,配件方面都远不如SLR 这样SKS的存在很尴尬 如果加强SKS的话,还应该从伤害方面增强 后座力也应该调低一点 第一名信号枪 随着信号枪是一把特殊武器 它的用途是用来召唤超级空头 可信号枪居然是零伤害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毕竟信号枪发射出的信号弹温度极高 在现实肯定是有伤害的 在游戏中没有伤害就太不合理了 也应该给信号枪增加伤害 友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收藏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